我们低头去祈祷 我们的话语是我们生命里面唯一最确实的标准 主要我们需要有智慧 求你给我们有开放的心 也有谦卑去领受你的话语 让今天我们的信息 无论讲的、听的、同德益处 主要我们多谢你我们这样去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的主题 刚才主席读了 他开始祈祷的时候 已经开始我们大家有没有 情绪开始刺热高涨 揽索还是揽炒 想了很久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 会不会是后者呢 今天我们去用的圣经是诗篇第55篇 在诗篇55篇的里面 其实是其中一个很 不容易看的圣经 为什么我们说不容易看呢 是因为在圣经的里面 其实我相信我们大家 如果你在教会久的 但是我觉得今时今日 都不代表你回教会久 就一定是看很多圣经 回教会没那么久的时候 就不看圣经的 但基本上就是说 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你看到诗篇 你会明白到诗篇里面 其实有一些的信息 是他特别是讲到那些诗人 就是写诗的人 他内心里面有一些 很真实的状态发生着 而今天这诗篇55篇 可以说是整个诗篇里面 其中一篇是 就是都是写这篇诗的人 他是比较以一个比较 你可以说是一个很愤怒的角度 或者是以一个很大胆的一个方式 来说一些的说话 他说的说话是什么呢 他说的说话很清楚很简单 就是去求神 来到在这个世界的上边 来到去主持这个公义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这篇的诗是大卫来到去写的 我相信我们对大卫的这个人 不是有很大的陌生 很多的人 无论你是对圣经对大卫 你都会听过大卫这个人 只不过你对他的认识 或者对他的生平有多深 可能我们会欣赏 我们对圣经历史的 不同的程度的了解 可能你都会对他有一个 不同的深度的了解 基本上其实大卫他的生平 是都不是很容易的 话说就是他由他 可以简单去讲小小 他自己本身的故事 他由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牧羊人 一个牧羊人 其实他所做的事 他就不会很多人去知道 而有一些很有限的片段 我们去见到大卫 原来他从他小的时候 他是给他的哥哥 因为他都有很多兄弟的 他也都有一个妹 他有很多的兄弟 这样就在他那些哥哥的里面 原来他是最小的 不仅是最小的 更加是在那些对话的上面 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哥哥对这个弟弟 就不是那么尊重他的 那怎样去看到呢 就是话说 因为他的哥哥去打仗 那哥哥去打仗的时候 就是有几个哥哥去光了 那他爸爸因为身边 他那些哥哥都已经是出去了 所以得回大卫在他身边 那他爸爸都做了个很自然的事 就是都去找你哥哥 去到那些战线的上边 去拿一些消息 那拿一些消息的时候 那就可以去报个平安 或者起码知道他们 是面对着 那个争战 有没有什么危险 那这样 那带一点点的果品 一些的 都是一些的礼物 除了是去供应给他哥哥 特别呢 也是给素罗王 当时呢 他的哥哥去打仗 就其实是 因为素罗呢 是作为王的时候 是帮他打仗的 那带他去的时候呢 那他最后得到的回应 就是他的哥哥一见到他呢 就第一件事就是说 你过来干什么呀 来看戏呀 那些羊怎么样呀 你有没有看呀 你有没有跟掉了羊呀 快点回去啦 走啦 这样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不去延续 那个圣经的历史 但是我们见到大卫呢 在他年轻的时候呢 原来他是比他身边的哥哥 可能他的哥哥是高大一些 这样打仗 大卫呢 其实他都是一个战士来的 不过呢 他是一个baby face的战士 面色光虹 圣经讲 总之大卫的人呢 就是可能比较柔和一些 可能那个亲和力呢 就深入一些的 好一些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给一些哥哥去讲 然后呢 那到他 就是神去使用他 神去扶纳他 特别是去高纳他 去代替素罗王 但是在他这个过程里面 他神给他的使命 殊不简单的 因为呢 在他的过程里面 他要跟着神的心意去做 他要跟着神的标准 但是偏偏呢 就是一个很妒忌的人 结果呢 他就是我们在圣经另外一个大卫生平的历史里面呢 我们看到大卫是怎样的呢 大卫呢 他就是 就是他坚持呢 他不去对素罗呢 有任何的环以颜色 以牙还牙 他反而呢 就是每一次呢 他有机会 神都将素罗很迷身的 来到是给大卫呢 来到是去见到 而大卫身边的人都说 喂 那这次神真的将他交给你了 你快点搞定他啦 将他就地正法啦 这样 还有都是他 他来到是去伤害你先的 但是大卫呢 他说这个是神的受高者 神自有他自己的功断 我不是要去详细解释大卫的历史 但是我想讲一件事 其实大卫他面对的呢 是很多很多的背叛 还有不公平 他在他的人生里面 很多时候 他身边由他的兄长开始 已经是对他有一种的藐视 对于一个年轻的伙子里面 对他有一个藐视 不要说对他有没有什么信任 连他最基本可能 只是去探他哥哥 按照爸爸的心意 来到去行使他的责任 都没有 都被他的哥哥来到去 就是去阳于他 那你说大卫的心情是怎样 但是在大卫的成长里面 他完全是继续的去敬畏 去倚靠他的神 跟着他也都面对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挑战 甚至去到最后大卫是怎样呢 因为他的 即他仍然是他的 他的当时的君主 素罗 追杀他 结果他要流落异乡 不是以色列地的异乡 是去了菲利士的里面 去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去到那里走难 你说大卫他的人生 是面对很多的 这些这样的痛苦 这些的压迫 大卫做错些什么呢 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罪人 但是大卫在他的行使 为人的里面 其实如果在圣经里面 我们用回历史 我们知道 他很懂得 他怎样去到 跟人家去相处 不只是说那些外交手腕 他是真的用真心真诚 去对人 他也都是那个真心真诚 不是说他只是对人是这样 他是因为对上帝 有这个真心 有这个真诚 以至于他对人 都自然有些不公平 有些被人追杀 有些明明不关他事的时候 他就是去 真的可以说 是面对一个很大的痛苦 很大的一个挣扎的里面 这个基本上就是大卫 我尝试去将他整个人生 做一个展影 虽然大卫的生平 可以讲很多篇道 但是这个就是大卫 他面对 曾经面对过 时时面对过 日日都面对的环境 因为他被人追 被扫罗追的时候 他就得几百人 但是扫罗拿到成千人 个千人 怎样可以跟他撼呢 但是他就这样追 他就这样跑 在犹大抗野 在很多的地方 甚至他要去到一些地方的里面 扮傻扮懵 流了口水 来令到那个王觉得 因为当时他们那些 可能列国之间 都有一些的外交关系 不想那个王将大卫 交回给素罗的手 结果他就 扮傻装懵之下 他就逃过一劫 但大卫的人生 是这样去面对 可能我们会说 那为什么要这么惨呢 但因为他坚持上帝 但当我们说大卫坚持上帝 去倚靠神的时候 我们从今天 其实我今天 本来是整个55篇的 但我也是个重点式 我只是用了由第16节 至到第23节 刚才主席他跟我们去读 我们一起去听的时候 我相信你都会看到 大卫的心情 大卫他所说的是什么 他说 至于我 他说他要求告 他说要求告神 因为神拯救他 他是哀声悲叹 跟着他深深体会的 攻击他的人是很多的 而且是 但是他是没有改变 对神的心 跟着他身边的人 他说背了弱 去攻击他 令到他的生命 是受到很大的煎熬 受到很大的痛苦 他的内心 他说他身边的人 心中的里面 怀着那个争战 表面上就好像很柔和 但实际上是拔出来的刀 他被人背叛 跟着去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 神啊 你必使恶人下入 灭亡的坑 流人血 行鬼诈的人 必活不到半世 我自己去听的时候 大卫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心情 基本上很清楚 不用怎样特别解释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大卫他面对的就是 他心里面 是真的有很大很大的 觉得不公义 觉得心有不甘 他觉得 为什么会是这样 求神去出手 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我第一个重点 我是说 诗人呢 就是大卫 他在痛苦的里面 去怒孝 对上帝 发出一个 很深的哀叹 这个哀叹 是 令到他不会 去用一些 很美伦美幻的字 来去修飾的 这个就是 大卫他面对 当时的处境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圣经 我们一定要 真的 当然我们要明白 神的心意 明白 我们应该 怎样去解释 那些圣经 但同时 我们要了解 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 其实神的圣经 跟我们平时 或者我们的理念 里面对于一个宗教 对于一个宗教里面 那些的经典 那种的技术的方式 可能是有 很大的分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旧约 它是记载着 很多 是人 是有血有肉 是活生生的历史 它不是 只是将一些的东西 将它化为 一些很基本的经文 或者是基本的原则 虽然我们在新药圣经里面 比较多是了解 或者是去 作者那个手 来到去写 是用着一些 的笔触 都是用着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教导 或者一些原则 来到去写 我们应该 怎样去做 而在旧药圣经里面 它的特点 就是它用很多 是历史的生平 来到去记载 人的挣扎 来到去技术 人类 社会里面的罪恶 当然也都是 包括到 不只是个人的层面 一个国家的层面 一个皇帝 譬如我刚才讲的 这篇诗是大卫写的 其实他和 他的君主 和扫罗 那个的 可以俗称 所谓一些的交手 一些的面对的时候 圣经是记载得 清清楚楚 而这些呢 是神的话语的一部分 但当我们说 这个是神的话语 的而且确 这个是人 实实在在的历史 但是我们也都不会 可以当是一个 普通的历史 来到去看 这些的历史 记载在圣经的里面 在旧药特别是 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神 是要我们知道一样的 我们原来 真的活在一个 很痛苦的环境 人有时候 我们面对那种的 挣扎那种的挑战 那种的愤怒 那种的愤恨 是好心好心的 我们不能够 用任何的事 来到去美化 也都我们说 我们说 要去认识神的话语 我们甚至 不可以去用圣经 来到去美化了 或者是说 去将一些 很复杂的问题 将它 好像一句说话 就自圆其说 讲了它 其实如果这样的时候 我们不是真正 去认识圣经 但是我们仍然 都是要问回一个 很难去问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 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真的 好像在大卫的里面 面对着这种痛苦的时候 其实大卫 他怎么样去面对 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环境 既然他堪称是一个 这么依靠上帝的人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面对 将他面前的困苦 的难处 的苦情 来到去 和上帝 来到有一个的 的联系 怎么样来到去和上帝 或者他怎么样去处理 这些的事 在神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他怎么样去处理 这些的事 我就发觉 很自然 我们就会看到 在第二个重点里面 就是在痛苦 不公的环境里面 例如大卫 他明明都是很 效忠于他自己的 他身边的人 特别是他的君主 但为什么会被君主追杀的呢 为什么会面对这么多 其实他流落荒野 他去到那些乙邦 其实他不应该去那些 他应该住在自己的地方 安安乐乐才对 他是一个很忠诚的人 但他就是要面对走难 所以大卫 他发出了一个这么大的身任 但是面对这么大的身任的时候 大卫 他在他的最后重心里面 原来我们发觉 他有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个考验 可能我们会觉得 大卫他当然是 他当然是 怎么避扫罗 怎么避 又要去压住他身边 那些那几百个跟随的人 因为那几百个人 那些都不是善男信女 他们身边 他们都是有眼看 知道大卫 明明就是被人压住 被人压逼 大卫 现在不是这样反而 耶和华将扫罗交给你的手吗 你不如就将他就地正法 行使神的公义 但是大卫说我不是上帝 我不会亲手伤害神的受高者 或者素来会面对 战败死亡 或者有些什么任何的咒作 这个是神的作为 而不是我去出手 这个大卫是很清楚的 但当我们看回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其实我们真的要很认真去看 大卫说这番说话 不是只是他因为 就是说好像 就是翻过教会 就是我们用现在的心态 说他会认识很多圣经 就念口网都念到一些原则出来 大卫不是念口网 那么简单 大卫他是真的用他的生命 来到他接受那种的 就是在素罗的环境 那种的压逼 而他在这段的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他其中一个心态 就是他倚靠神 他敬畏神 所以第二个重点 我们说在痛苦不公平的环境 的终极考验是什么呢 终极考验就是大卫自己 和上帝 是上帝和大卫之间 大卫可以出手的 但是大卫出手的时候 他和神之间 他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你容可以我又去用一个 比较粗劳一点的方式去说 大卫不是这么说 我只是意译他的说话 大卫他说 这个是神的受告者 我是不会加害于他 其实如果用得比较现代 的讲说话来说 就是这个墙是上帝的 不是我的 我是交给那个主权上帝 虽然我有很多的不甘 我虽然觉得他真的 我想去死 大卫他真的讲得很清楚 但是到最后 他是敬畏神 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 是不是上帝不公义 是不是上帝 去搞到这个情况是这样 令到大卫这么惨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 是要自己负负责任 在这里很清楚 就是素罗他自己 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 他怎么可以这样 滥用他的权力 来追捕一个 因为在他那个 无论是行事才干 领导的上边 都比素罗优越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偏偏对自己 都很忠心 大卫昔日 甚至他是因为素罗 他有这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他有一些 就是内心的困扰 甚至有一些恶魔的搅扰 可能他已经是 个人都神志不清 甚至呢 圣经里面也都讲到 他到最后呢 是去到最后的阶段 他甚至是去寻求一些 异教上一些的人 一些的神御者 一些异教的神御者 来到通灵 来到他想了解他自己的命运 是怎么样 所以素罗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 他的生命已经乱了 龙大大卫就帮他弹琴 为他弹奏 令到他的心得已输坏 大卫不断的都是以德报怨 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哇那大卫啊 那他真是做英雄啦 很伟大啦 但其实大卫面对一个很终极的考验 这个考验就是他自己 和上帝 究竟这个场 这个地方 谁去管事 谁是做真正的掌管的人 是不是大卫自己呢 不是大卫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其实我们 是面对一个很大的痛苦 我相信我不用去举一些什么的例子 我们会见到有很多的冲突 我们不要只是讲香港 其实你现在看回 特别是近这几个星期 其实是那些的冲突 是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我们刚才木头的时候 是智利 是圣地牙哥 其实很多地方 还有不单止这样 西班牙 还有很多我们数下去 其实我们是面对一个 不完美的社会 我们大家都要承认这件事 这个不完美 我们不要将它 甚至政治是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那个不完美 是源于我们人自己的生命 我们源于的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去 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好像大卫一样 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是被人看不起了 你有没有想过 被人看不起的那种感觉是怎样 我相信我不知道在座 你在你的人生 在你的过往 你的历程里面 我就真的去听过 不多 但是听过几个一些 很有血有泪的经历 就是因为他以前 小时候被人用一种 很轻妙的态度去对待 令到他整个人生 你有一个很大的痛苦 他当然是生气身边的人 但最大就是他都生气自己 他都不原谅自己 当然在实际上 这些是对方的私隐 我不可以说太多 但我深深体会有一件事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不可以逃避的 就是说我们面对着一个 罪恶的世界 我们自己都有罪 差在我多些 还是你多些 但是差在我们做些什么 差在程度的问题 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 也都不会因为这个光环 也都不会是跟一些掌权者 来到是会因为掌权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圣人 不会的 这个完全应用在我自己身上 我不去看别人是怎样 我只是看那把尺 我就量我自己 我就发现就算是我的时候 可能我也一样是这样 我或者会更差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那我何来 我可以用一个完美的尺 去量别人呢 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我自己很扎心的 是耶稣自己亲自说的 他说 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就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如果我自己去有愤怒 我自己去不公的时候 我去对人有一些的对待的时候 上帝也都会用他的公义 来对待我的不义 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件事 我们并不是说 这个世界是非不分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世界哪个才能够有真正的权并 和有真正的能量 来处理公义呢 原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 能够完美地去实践这个公义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不义 所以我自己去说的时候 我是非常扎心 我都是一个不义的人 我何来会去说一些可能 只不过在一个行动上 可能甚至他可能比我更加极端的人 而我可以就这样说他不宜 求神审判他吗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种 罪恶的煎傲的里面 而这种煎傲是真的埋伸到一个地步 好像大卫那样 大卫堪称是一个都是神 最好最好的 在整个皇国的历史里面 其实大卫更加是超越所落门 虽然他人生都有很多的 都有污点 有奸入有杀人 都已经够污点了 但是大卫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这个是神自己说的 神从来都不是去期望 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人 能够立刻去做一个完美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可能去完美的 就连最好的大卫 他都有这么黑暗的一页 但也都有他人生很多光明的一页 这个是事实 而他光明的里面 他所选择的是什么呢 他的终极考验就是 他愿意将自己放下 交给神来处理 他生命里面一些最不公平的事 是因为大卫他自己都很心体会 他都是一个蒙恩的人 如果他真的说要主持 要去就地正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刻被神就地正法 但当然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 但不代表我们可以去到 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不负责任 我们仍然是要为我们所做的事负责任 因为如果我们做的事我们不负责任 我们有得罪恶来到去控制我们的时候 其实那个影响是很阔的 由我们个人的生命到我们身边很多的人 其实我们是会对人有一个很大的伤害 有一个很大的连累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上帝去交给我们 绝对是给我们一个的试验 一个的试念 这个试念就是说 其实我在一些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我站在哪里 我愿意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 站在哪里 可能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真的面对着一些困难 我们面对着一些甚至是一些不公义的时候 那难道我们这样坐以待毙吗 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坐在那里 如果我就这样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是说承认着这些不公义 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的事 令到这些起码不可以令到这些不公义的事 可以继续延伸 这个不是我为神作见证吗 这个不是反而就是我去为神作见证的时候 我应该要做的吗 如果我不做的时候 我不是反而是背叛上帝吗 我不知道大家你会不会都会有这个的困惑 有时要面对一些的 无论一个政权 或者是面对社会的不公的时候 如果我不做些事 如果我不去令到对方 去感受到那种的痛苦的时候 或者我要做一些事 相对于给他看到 他不可以那么开心心 或者他不可以不可以去漠视 甚至我用这些很极端的做法去做的时候 那起码我是在维持着公义 虽然我不是完美 我绝对承认在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很多一些可能他们用的比较极端去做的呢 他心里面可能有一帮人 我不敢说全部 但是有一帮人 他们的心里面是带着神的真善美去做 但仍然都是回到那个问题 上帝的心意是不是要这样去做 这个是不是神就是说这样就为之公义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说神这样 那你就为我做见证 是不是这样呢 第三个重点 在苦难的里面 你预备好什么十字架没有 可能很耳熟能长 耶稣呢 他其实一早就已经讲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 你跟从主的话 耶稣的呼吁是什么呢 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几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他的时候 你就要背负起耶稣 说他给我们那个十字架 也都是耶稣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他 那我们要问 十字架是什么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很明显是殉道 当我们说要背负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去殉道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殉道 我可以说我们是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要殉道 但问题是什么叫殉道 这个我们是要很有智慧 要很小心看清楚 其实一点都不难 耶稣我们看清楚 耶稣说要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这个十字架很清楚 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 就看得清清楚了 耶稣他钉十字架 他身边有人去挑战他的 旁边那个 你救了自己 你跳下来 你跳下来的时候 那我就相信你了 如果耶稣当日 他这样在十字架里跳下来 就是揽炒 后果将会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一个永远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罪不能够得到射灭 我们不会有永生 我们不会跟永生的上帝 有一个真正的结怜 但耶稣有没有跳下来 在十字架上边 耶稣没有 耶稣揽住这个十字架 他怎么揽住 他避马不还口 审讯的时候已经不出声 上个星期因为时间关系 我在下午堂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段收起了 在下午堂 我在下午堂 我有说出来 就是我说彼得的生平 耶稣说我们要背负十字架 其实彼得背负这个十字架 背负得很辛苦 原因 这个牵涉到我们对彼得生平的理解 我个人 其实在圣经里面 我去看 我不相信彼得 彼得是因为对上帝的软弱 所以三次不认他 但是他的软弱 那个因由 我个人 我不是很说服到 我是因为他怕事 彼得一点都不怕事 如果他怕事的话 当那些官府 当那些官兵 当那些祭司长派的仆人 去捉拿耶稣的时候 彼得不会拿刀来 去砍他的仆人 圣经讲的是 砍他的头 砍头砍 开西瓜 不过那个仆人 避得快 所以就砍了耳朵 然后耶稣立刻 扔着彼得的手 收刀入梢 他说你用刀剑 必死在刀剑之下 然后耶稣就被捉 整个过程 完全是超越了 彼得的理解 因为彼得在耶稣 他说他三次 他说他 他自己会被交 在祭司长的手里面的时候 彼得已经是 第一个说的 他说 这件事 万万不能临到你身上 耶稣 你是尼赛亚 你是神的儿子 这些事 不可以是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这些事 就是这样原原本本 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彼得会不明白 你说彼得怕事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这样 砍下去 彼得砍下去 就是说 他认为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应该面对 这些苦待 但是耶稣他就是要面对 所以彼得 他不认耶稣 我在圣经的里面 我自己去 我的领略 彼得是恨耶稣 因为耶稣 他做一些的事 完全是匪夷所思 你有什么理由 退却到一个地步 你是尼赛亚 你为什么会这样 双手奏球 他不服 不过他一直跟着耶稣 跟着一个后院的里面 那些人说 你是他的一档 我不认识他 但他要看着耶稣 耶稣会不会去到最后的时候 这样就好了 救我们脱离这个苦难 甚至在当时的群情里面 救我们脱离罗马的政权 这些在圣经的历史里面 你可以慢慢去看 但是耶稣选择的是沉默 耶稣选择的是背负这个十字架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背负十字架 是对的 我们要殉道是对的 但是真正的殉道 不是只是死亡 真正的殉道 是活祭 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 活祭就是说 祭物是没有自己的意志 但是他是活的 活是什么 是为神而活 神是怎么活的 在十字架的上边 他为罪人牺牲 所以耶稣他不是揽炒 耶稣是揽择十字架 揽择那些背叛他的人 是耶稣自己说的 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耶稣所说的时候 甚至乎 不是只是那些 要钉他十字架的 的犹太人 是所有的人 包括罗马人 难怪我们在 新约圣经 在保罗的 生平里面 我们知道 他甚至去到 玉林全军 他去到罗马的 首富里面 去为他作见证 甚至有机会 在 在罗马皇帝的面前 去作见证 保罗自己都感恩 他说他能够 为他开一条路 令到在政府 在玉林军的里面 他都可以 去到向他们传福音 但保罗是坐牢 他其实在上诉 因为那些人 就是那些人想去死 他就说他所传的福音 他没有运乱过社会 就是这样要上诉 我们是要预备殉道 但是殉道 最大的意义 耶稣基督 十字架 最大的意义 是遥书 当我们觉得 用一些 我们用一些 很强烈的手段 去到星土 去说 这个是上帝公义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边 他拿着的是公义 但是同时 也都是怜悯 是占面 是遥书 我们愿不愿意 放下我们自己 那个不公义的心 去遥书 这个就是耶稣 要我们背负的十字架 你预备好 你预备好 背负的 耶稣的遥书 带到一个地步 人要他死 他都继续遥书 遥书住地死 我们是要殉道 但是这个殉道 不是在生命的里面 你有没有为主 死了 那个肉身的死了 我们的殉道就是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志 降伏在上帝的意志 去遥书 这个是十字架 这个是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有时我们面对一些 很大的痛苦 一些的抉择 例如在一些冲突的里面 甚至令到连家人 那个关系都决裂 有时我们会看 我们会说 圣经都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去 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 我们要离弃 离开 包括我们的父母 兄弟 妻子 儿女 如果不是就不配作主的门徒 但是那段圣经 有一个很清楚的重点 那个重点 如果我用得比较 比较生活化去说 就是你搭飞机的时候 你搭飞机的时候 遇到有紧急事情 然后那些氧气罩就掉下来 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要先自己带着氧气罩 你才可以帮你的子女 或者帮你身边 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氧气罩 你一定要带着 如果不是你不会有生命 去帮到其他人 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 要我们要 不可以爱他 胜过爱其他的人的关系 重点就是 在这个永恒的救恩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都断了 这条同神的救恩 那条气候的时候 我们重点可以用一个 复活神的生命 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圣经第一条 第六条 在十届里面说 是要孝顺父母 那圣经是不是有矛盾呢 叫我孝顺 但是要我离弃 是不是耶稣 就是 玩东西啊 这样 就是 现在 既然是这样 现在身上是这样 其实圣经一直都没有 原则一直都没有变 是因为我们需要 在跟神的关系里面 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东西 去剥夺了我们的领略 去得到圣灵 这个的关系 跟神的生命 不可以 拿不到神的生命 任何的关系 都不可以令到我们 剥夺了我们 跟神的关系 是这样 当我们有了 跟神的关系 其实神叫我们 是背负 这个十字架 可能我们有很多 不同的十字架 但是耶稣 说的是 这一个是 他背负的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是与罪恶 冲突 到流血的地步 但是这个冲突 到流血的地步 耶稣 选择的是 宽暑 所以我们仍然都是 我们 弱视可能的 我们要尽量 与众人和睦 更加不要说 那个是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要 对圣经的掌握 那个理解 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很清楚 我明白 有时候我们有赤子之心 我们会觉得 我们真的要 为上帝作见证 我相信他们 真的有这样的心 但是我们 为上帝作见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对圣经 有一个很深的忠诚 如果我们 有一些观念 曲解了的时候 恐怕我们就会变成 约伯那三个的朋友 连珠炮 用了很多日的时间 来去 就是 围约伯 现在很流行 说一个字 围他 为什么围他 用很多神学 用很多的解释 用很多的经验 说约伯你一定是犯了罪 不然你怎么会那么惨 哇 约伯就真的听他们 百慈莫辩 不关我事 你还在搞辩 接着到最后 神在旋风的里面 去显然 在约伯记的时候 神首先不是去解答约伯的问题 不过他肯定约伯是一个公义的人 不过有些东西是约伯他自己都不能够理解的 因为他根本上神创造地基的时候 约伯你在哪里 他完全答不了 知道在世事里面有很多东西 约伯仍然是未清楚掌握 所以他只能够将主权交给上帝 而约伯也都很成功地交给上帝 没有为自己的不满 来到去声讨 或者是去伤害人 他三个朋友就惨了 他三个朋友一路讲 讲得很开心的 当然他都是想帮约伯的可能 他说你一定是犯罪 你一定是犯奸人 你一定是剝夺过人家的儿女 如果不是你不会有这些的 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现在就报应在你头上 但是到最后 神怎样跟他这三个朋友讲 神继续在旋风的里面去显现 他跟这三个朋友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晦不明 这些人用了圣经 不断说若白 但是到最后上帝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晦不明 然后叫若白为这三个人祈祷 你看若白记 这个是若白记里面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苦难的里面 你预备好背负这个十字架没有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十字架 在大卫他的生平里面 他被人这样去到 面对这么大的伤害 但是他敬畏神 不容易的 因为会面对伤害的 会被人误会的 群情洶洶有很多人 有很多其他的观念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 可能人家都会误会你的 我完全相信这个 都是一个十字架来的 我都预认了会背负这个十字架 但是我会选择遥书 因为这个是耶稣的十字架 其他的十字架是怎样 我不看 我只是看耶稣的十字架 而我相信我遥书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会面对很大的挣扎 但是我愿意面对这些挣扎 都去遥书 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叫我跟随他的时候 我就要背这个十字架 我要爱我的家人 但是我要触上帝 我才可以爱我的家人 我要有神的生命 我才可以真正用神的生命 去爱我的家人 但是我不会离弃他们 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求神继续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去处我们 谦卑在你的面前 孩子是一个罪人 你他是用法官的怜悯 你去拯救我 我今天成为一个何等样的人 甚至可以站在这个港台的上边 去讲你神圣的话语 这个除了是恩典 和你的包容之外 我想不到有其他的原因 主下我多谢你 因为你这样去接纳我 这样来卸面我 虽然我今天 我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都有很多的罪 但你仍然是这样去扶持 你不单止扶持我 你扶持世界上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任何的年代 主要我们赞美你 我们也都愿意 豁出我们的生命 去背负你为我们预备的十字架 求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去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